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症状和分类呢 我们又可以分为急性细菌性潜力线炎 慢性细菌性潜力线炎 慢性非细菌性潜力线炎和潜力线痛 那么就是现在来讲 更科学的分法呢 分为四行 第一行呢 也是急性细菌性潜力线炎 第二行呢 就是慢性细菌性潜力线炎 第三行呢 又叫慢性潜力线炎盆底疼痛综合症 第四行呢 就是无力